你想变得伟大吗? 那就从存在开始 你想建造一个巨大而高耸的结构吗? 你想要建造的结构越高 它的接触就要打得越深 圣奥古斯丁 我在早晨醒来 徘徊在改善世界和享受世界这两个愿望之间 这使得一天的计划变得很困难 一必怀特 第七章 和谐 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在这里 多巴胺和当下分子实现了平衡 多巴胺和当下分子之间微妙的平衡 一位中年男子找到一位专家 想治疗他的抑郁症 除了感到悲伤和绝望之外 他对未来还有一种不健康的痴迷 他反复考虑一切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不断担心一些未知灾难 忧虑耗尽了他的精神和能量 他变得情绪脆弱 一受到挑衅就勃然大怒 他没法乘火车去上班 因为与其他乘客集在一起 会让他无法忍受 甚至只是碰到一下都不行 有几个晚上 他妻子凌晨三点醒来 发现他在流泪 他对医生说 遇到汽车爆胎 一个正常人会打电话给美国汽车协会 而我打给了自杀热线 他接受了标准的治疗 服用了一种抗抑郁药 并受到了不错的疗效 这种药可以改善大脑 对当下神经地质血清素的利用方式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的情绪逐渐好转 变得开朗起来 他变得更有适应力 能够享受生活中的美好 这对他的妻子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他觉得尝试更高剂量的药物会更好 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的医生同意了 感觉好极了 他在下次见医生时说 我太高兴了 我好像没有任何负担了 早上也没有起床的理由了 他和他的医生决定将剂量 减少到原来的水平 于是他的情绪又恢复了平衡 这个病人对激活血清素的 抗抑郁药表现出强烈的反应 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 受基因和环境影响都很大 但是这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 不管是过度关注未来 还是过度享受现在 都会丧失正常的行动力 多巴胺和当下神经地质 在进化中学会了通力合作 他们常常相互对立 但这有助于保持不断激活的脑细胞的稳定性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 多巴胺和当下神经地质会失去平衡 尤其是往多巴胺这一边倾斜 现代世界趋势我们向着每时每刻 全是多巴胺的状态发展 过多的多巴胺会导致经历旺盛的痛苦 如工作狂事的主管 而过多的当下神经地质 则会导致快乐的懒惰 如躺在地下室愁大麻的人 两种人都没有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 也没法真正像人一样成长 为了过上好日子 我们需要让两种分子恢复平衡 我们本能地知道 两种极端都不健康 这可能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喜欢讲某个人一开始偏向一头 最后找到平衡的故事 电影阿凡达就描述了一个 一开始多巴胺过多的角色 一位名叫杰克的前海军陆战队士兵 受雇于一家矿业公司 在保安部门工作 该公司正致力于开发潘多拉的自然资源 潘多拉是一颗卫星 它被原始森林覆盖 上面居住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纳美人 这群纳美人崇拜一位名叫艾娃的母神 这是一个典型的多巴胺和当下分子对抗的例子 为了最大限度的挖掘资源 矿业公司计划摧毁神圣的灵魂树 因为这棵树挡了他们的财路 杰克对这一计划感到震惊 他抛下了自己多巴胺能的背景 加入了关注当下的纳美人 并与部落成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结合他的多巴胺能技能 和他与纳美人合作的能力 他组织并带领他们战胜了 矿业公司的警戒部队 最后在灵魂之术的帮助下 杰克成为纳美人中的一员 并实现了平衡 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电影 颠倒乾坤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平衡 比利雷瓦伦丁是个不负责任的流浪汉 他懒惰放纵 对未来漠不关心 他成为一个实验对象 在这个实验中 他与一名成功的大宗商品交易员交换人生 随着比利雷的财富不断累积 他告别了以前漠不关心的生活方式 变得有责任感 在一个场景中 他邀请一群老朋友到他家参加聚会 当他们在他的波斯地毯上呕吐时 他感到异常不安 最后他参与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 这让他变得富有 生活也重归悠闲 却多了一组新技能 普通人怎样才能找到平衡 任何人都不太可能放弃现代世界 与一个崇拜树木的部落生活在一起 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找到平衡 单靠多巴胺永远不能满足我们 它不能提供满足感 就像锤子不能转动螺丝一样 但它不断给我们美好的承诺 让我们感觉满足感就在眼前 再来一个甜甜圈 再升一次值 再征服一次 我们怎么从跑步机上下来 这不容易 但有办法 擅长一件事的乐趣 精通是从特定环境中取得最大回报的能力 一个人可以精通吃斗人游戏 壁球 法式烹饪 也可以精通调试复杂的计算机程序 从多巴胺的角度来看 精通是一件值得期待和追求的好事 但它不同于其他好事 它不仅仅是寻找食物和新的合作伙伴 或者击败竞争对手 它比这些更宏大更普遍 它是我们成功提取奖励的过程 多巴胺达到了多巴胺的目标 实现了精通 多巴胺到达了它渴望的顶峰 挤压了所有可用资源的最后一地 这就是多巴胺的目标 这是一个享受当下的时刻 这一刻多巴胺听从了当下分子 在尽其所能之后 多巴胺会暂停下来 允许当下分子在我们的快乐回路中发挥作用 在这一刻 多巴胺不再对抗满足感 它让他通行 即使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 最好的享受 就是沉浸在一份干得好的工作中 精通也创造了一种心理学家称之为 内部控制点的感觉 它指的是一种认为自己的选择和精力 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而不是被命运 运气和其他人决定的倾向 这是一种挺好的感觉 大多数人不喜欢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 飞行员说 当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飞行时 坐在驾驶室 比在座舱里压力小 在暴风雪中开车也一样 大多数人宁愿坐在驾驶座位 也不愿坐在乘客座位上 除了让人感觉良好 内部控制点也让人行动更高效 内部控制点意识强的人 更有可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和获得高薪工作 相比之下 有外部控制点的人对生活的看法则更消极 有些人是快乐放松随和的 但同时 他们也常常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责怪别人 可能不会始终如一的尽最大努力 医生经常对这种人感到沮丧 因为他们往往忽视医生的建议 也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比如每天吃药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一件事上做到精通 有助于内部控制核心的发展 也能产生满足感 即使仅有一小会儿 但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需要持续磨练精神 掌握一项技能需要学生 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一旦一个钢琴演奏者 能把一首简单的曲子探好 他就会学一首更难的 这是一趟艰难的跋涉 但也能带来巨大的喜悦 不放弃的人通常会觉得这是值得的 他会让人感觉到找到了激情 发现了如此有吸引力的事情 并完全沉浸在其中 现实的回报 你刷牙的时候在想什么 大概率不是在想刷牙 你更可能在想你在这一天和一周的晚些时候 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 也许是一种习惯 也许是一种焦虑 也许你在担心 如果你不考虑未来 你会错过一些东西 但其实可能不会 如果你不去想你正在做的事情 你肯定会错过一些事情 甚至是你以前未曾关注 且意想不到的事情 前面说过 多巴胺最喜欢的是奖赏预测误差 也就是发现比我们的预期还要好的东西 矛盾的是 多巴胺会尽其所能地 避免这种不正确的预测 奖赏预测误差感觉很好 因为你的多巴胺回路 会因为一些新的 意想不到的事情 把你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兴奋 但是 对一败的新资源感到惊讶 就意味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所以多巴胺会确保感觉如此好的惊喜 不再是惊喜 多巴胺会熄灭自己的快乐之祸 这真令人沮丧 但这是让我们活下去的最好方法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让惊喜不断到来呢 现实是意外最丰富的来源 而我们脑海中的幻想是可以预见的 在反复检查同一份材料的过程中 我们偶尔会想出一个独创的想法 但这是很少见的 并且它通常发生在 我们关注其他事情的时候 而不是当我们试图 强行逼迫创造力行动的时候 关注现实 关注你此刻所做的事情 可以使进入你大脑的信息流最大化 它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多巴胺 制定新计划的能力 因为为了建立模型 以准确的预测未来 多巴胺需要数据 以及来自感官的数据流 这时多巴胺和当下分子就联手工作了 当一些有趣的东西激活多巴胺系统时 我们就会转移注意力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向外转移关注焦点 来激活我们的当下神经系统 注意力的增加 就会使感觉体验更加强烈 想象一下 在一国他乡的街道上行走 一切都令人兴奋 即使是看普通的建筑物 树木和商店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感觉输入更加深度 这正是旅行的部分乐趣来源 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经历当下的感觉刺激 特别是在复杂环境 有时被称为丰富环境中 能使我们大脑中的多巴胺能认知功能更好的工作 而最复杂最丰富的环境通常是自然环境 稍微休息一下吧 自然是复杂的 它有许多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 由于大量的因素相互影响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模式 因此 科工探索的细节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我们认为自然是美丽而富有启发性的 它使而平静 使而充满活力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凯特里博士 和一组研究员测试了 接触大自然40秒后的认知效果 他们用一张有花草屋顶的城市建筑图片 代表大自然 将其与另一幅图片的效果进行了比较 那幅图是相似的建筑 但屋顶是混凝图的 为了测量两种不同场景的影响 研究人员让一组学生 执行一下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 屏幕上闪现出随机数字 学生们一看到数字 就得按下按钮 但当数字是30 他们就要忍住不按按钮 他们只有不到一秒钟的反应时间 而且他们必须连续做225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需要付出大量的注意力和动力 才能完成 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们完成两次任务 中间有40秒的微休息时间 与观察混凝土屋顶的学生相比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测试之间 观察花草图片的学生 犯的错误更少 研究人员推测 这种差异最可能的解释是 自然场景刺激了皮层下唤醒 欲望多巴案和皮层注意控制 控制多巴案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 对这项研究发表了评论 他指出 种满了草和其他绿色植物的城市屋顶 在全世界越来越受欢迎 最近 联浦网公司在加州门罗公园的办公室 安装了一个9英亩 约3.6万平方米大的绿色屋顶 这种建筑方式利用当下刺激 激活多巴案 不仅对灵魂有益 也可能提高公司收益 不要尝试多任务 全神贯注 可以提升几乎一切体验 凯利 麦格尼加尔 斯坦福商学院管理学讲师 不管技术上言者怎么说 多任务处理 也就是一心多用 都是不可能的 当你试图做不止一件事 比如 一边读邮件 一边打电话时 你的注意力 就需要在任务之间频繁切换 最终 这两件事都干不好 有时 你在阅读电子邮件时 会暂停 听电话里的人讲话 有时 你会专注于电子邮件 听不进对方的话了 跟你说话的人 能够分辨出来 你显然没有把 全部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你错过了重要的细节 多重任务处理 并没有提高你的效率 反而降低了效率 用户体验专家 火狐四浏览器的首席设计师 阿萨拉斯金举了一个例子 把Jewelry is shining 珠宝 是闪亮的这句话 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的大声拼读出来 同时 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的 写下你的名字 要多长时间 现在 先大声拼读这句话 再说完之后 再写上你的名字 你花了多长时间 可能只有多任务处理时间的一半 当你尝试多个任务的时候 你犯的错误也会更多 哪怕只中断几秒钟 即切换到电子邮件程序和返回所需的时间 可能就会使你在需要集中精力的任务上 所犯错误的数量增加一倍 造成错误的不仅仅是分心 来回转换 也消耗精神能量 而疲劳使注意力更难集中 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会这样做 特别是使用电脑办公的人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与微软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一项研究 跟踪了整天上网的人的工作习惯 他们在一个任务上 平均只花了47秒 就会切换到另一个任务 在一天的时间里 他们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切换了400多次 一次 在一件事情上 花费的时间更短的人 压力水平更高 完成了工作 也更少 不然没法解释 他们会重复400次切换任务动作 而不是在每次任务完成后 再去处理别的任务 除了降低生产力 高水平的压力 也会导致疲劳和倦怠 未来的高生活成本 生活在一个抽象 虚幻 多巴胺驱动 并且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里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种代价就是幸福 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 通过开发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发现了这一点 该应用程序让志愿者 在日常活动中 实时报告自己的想法 感受和行动 这项研究的目的 是进一步了解走神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来自83个国家的5000多人 自愿参加了这项研究 应用程序随机联系参与者 要求报告数据 他问志愿者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是否在想跟你现在所做的无关的事情 人们在大约一半的时间里 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为是 不论他们在做什么 除了很容易保持人们注意力的性活动外 所有活动产生的走神的次数都相同 除性活动之外 走神都非常频繁 以至于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走神 科学家称之为 刺激非依赖性想法 是大脑的默认模式 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了 测试者的幸福程度 发现人们在走神的时候 幸福感会降低 而且不管在进行何种活动时 走神都是如此 无论他们是在吃饭 工作 看电视 还是社交 如果他们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 他们就会更快乐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 人的思维是一种漫游性思维 而漫游性思维会让人不快乐 但如果你不在乎幸福呢 如果你就是多巴胺能行人格 你唯一关心的就是成就呢 但结论不会改变 因为无论你多么聪明 有独创性 有创造力 如果没有当下感官提供的原材料 你的多巴胺回路 都不会有太大的成就 米开朗奇罗的哀悼基督 描绘了圣母玛利亚 抱着他死去的儿子的场景 有力地传达了悲伤和接纳的抽象思想 但他用了一块大理石 才得以实现艺术家的构思 玛利亚的悲伤之美 是对女性气质的理想化描述 但如果米开朗奇罗 没有用他的眼睛去研究真实的女性 没有用他的情感 去体会此时此地的真实悲伤 他就不可能想象出这样的形象 着眼于现在我们将从生活的现实中 接收感官信息 多巴胺系统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来制定计划 以最大程度地获取回报 我们接收的感官印象 有可能激发一系列新想法 增强我们迎难而上 再寻解决知道的能力 而这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创新顾名思义 就是创造新东西 创造以前从未设想过的东西 这无疑是令人惊喜的 创造是最持久的多巴胺能的乐趣 因为它总是新的 多巴胺与当下分子的结合 创造是将多巴胺和当下分子 混合在一起的极佳方式 我们在第四章讨论了一种特殊的创造力 即通过打破传统现实模型 而实现的创造力 这是一种非凡的创造力 创造者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 专注于他的工作 而把生活的其他方面 如家庭和朋友排除在外 有突破性想法的人通常是不满足的 他们孤独而沉迷 多巴胺占优势 而当下回路萎缩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实践更普通的创造形式 这类创造可以促进平衡 而非多巴胺能驱动的支配 木工 编织 绘画 装饰和缝纫 都是过时的活动 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 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但它们正是关键所在 这些活动不需要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或高速的互联网 它们需要大脑和双手共同创造 我们的想象力构思了这个项目 我们制定了执行计划 然后用我们的手让它成为现实 一位在金融服务业工作的企业高管 整天都在琢磨股票期权 资产衍生品 汇率和其他金融野兽 他虽然富有但很痛苦 这种痛苦驱使他去看心理健康专家 几个月后 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 这是他几十年前放弃的爱好 我迫不及待地想在一天结束时回家 他告诉他的医生 昨晚我画了四个小时 我甚至都没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或兴趣去学习绘画 但这并不意味着创造美是遥不可及的 成人涂色书使一些人感到迷惑 但也有许多人乐此不疲 乍一看他们似乎很傻 为什么成年人需要涂色书呢 但他们的确可以让人逃离失衡的多巴暗能世界 帮助自己缓解压力 成人涂色书的特点是由美丽而抽象的几何图形 这使得多巴暗能的抽象可以与感官体验相结合 孩子们也需要用手工作 2015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 为什么学校需要重新开木工课的文章 在新鲜木屑的香气中使用电钻和锯子 可以让学生们从理性严谨的学术型课程中暂时脱身 正如一位木工课指导老师所说 用砂纸打磨一块木头 直到它像婴儿的屁股一样光滑 这是如今很少有人体验到的快乐 自己的一番劳动最后形成了一个鸟舍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心灵栖身于一片宁静的绿洲 他说是我制作的 小时候我们的父亲会在车库里搭一个工作台 他们在今天不太常见了 但是修理东西是一种独特的乐趣 每个项目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多巴按能的活动 对应的解决方案把它变成了现实 有时解决维修问题需要创造力 因为缺少必要的工具或用品 例如指甲钳可以用作钢丝钳 修理东西也能提高自我效能感 增加控制感 当下分子能提供多巴按能的满足感 烹饪 原意和运动等众多活动 都可以将智力刺激与体力活动结合起来 改善我们的心情并使我们更有成就感 这些活动可以持续一辈子而不会过时 买一块昂贵的瑞士手表 你也许能感受到几周的多巴按能刺激 但在那之后 他就只是一块手表而已了 晋升为地区经理 一开始会让上班很兴奋 但最终却成了同样老旧的苦差事 创造力则与此完全不同 因为他把当下分子和多巴按搅在了一起 这就像把少量的碳和铁混合制成钢 让材料变得更强大更耐久 这就是当你开始从事当下的体力活动时 多巴按能的快感会发生的变化 但是大多数人都懒得去从事创造性活动 比如画画 创作音乐 或制作飞机模型 我们找不到实用性的理由去做这些事情 它们很难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它们可能不会给我们挣钱 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声望 或者保证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它们可能会让我们快乐 力量掌握在你手中 Tiny Pulse 是一家帮助管理者提高员工敬业度的咨询公司 它在2015年对500多家公司的 3万多名员工进行了调查 调查者询问了员工关于经理 同事和职业发展的情况 但调查真正的目的是幸福程度 Tiny Pulse 指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 一般来说 管理顾问似乎不太看重幸福感 但Tiny Pulse 认为 幸福感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 所以调查者将对幸福感的调查 拓展到各行各业 包括技术 金融和生物等一系列迷人的领域 但这些领域给人带来的幸福感 没有一个排在前列 因为最幸福的人是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 把抽象的计划变成现实 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十分珍贵 Tiny Pulse 询问建筑工人感到快乐的理由 最常见的是 我和很棒的同事们一起工作 一位建筑经理说 一天结束的时候 大家一起放松一会儿 边喝啤酒边聊天 不管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事 都可以聊个畅快 这个过程提高了团队的凝聚力 工作环境中的亲密关系 起了关键作用 工作和友谊 以及多办案和当下分子再次融合 建筑工人如此幸福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对自己的工作和项目感到兴奋 这是一个多办案能的原因 报告的作者还指出 建筑业在前一年有了强劲的增长 而且这种增长也反映了在薪水上 这是另一种多办案能的贡献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 幸福是所有其他目标的目标 而要得到幸福 多办案和当下分子缺一不可 我们的多办案回路使我们成为人类 正是他们赋予了我们这个物种特殊的力量 我们思考 我们计划 我们想象 我们将思维提升到抽象层面 去思考真理 正义和美这些概念 在这些回路中 我们超越了所有空间和时间的障碍 由于我们有能力主宰周围的世界 我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中 甚至在外太空也能茁壮成长 但同样是这些回路 也会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更黑暗的道路 一条上瘾 背叛和痛苦的道路 如果我们想成为伟大的人 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苦难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别人享受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时 正是对现状的不满足使我们继续工作 但如果你想要幸福的成就感 那你的任务则有所不同 这个任务就是找到和谐 我们必须克服无休止的多巴胺能刺激的诱惑 为其对更多的无尽渴望 如果我们能将多巴胺和当下分子结合 我们就能达到这种和谐 每时每刻充斥这多巴胺 并不是通往最好未来的道路 要激发大脑的全部潜能 需要感官现实和抽象思维的共同作用 当它在巅峰状态下运作时 它不仅能产生快乐和满足 或者财富和知识 还能产生丰富的感官体验和智慧 而这可以让我们走上一条更平衡的人生道路 本书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